怕浪费婆婆 珍珠真理子文图 普普兰翻译 21世纪出版社 希望这个视频 对大家学习中文 敲敲书记有帮助 珍珠真理子里面 这是一个真名字 这本书也蛮大个儿 盘子里的剩菜 碗里没吃干净的饭粘 等着吧 太浪费要来了 天 这小孩叫太浪费是吗 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太浪费的怪兽 剩了这么多 太浪费了 我来吃掉吧 咯吱咯吱咕吱咕吱 洗了我了 老太太就是 咦 这儿还有不少 太浪费了 说着婆婆靠过来 伸出舌头要舔我的脸蛋 啊 别这样 太浪费了 我就是要舔舔 奇怪 它是怪兽的存在 水龙头一直看着 太浪费要来了 是这个小孩 是这个小孩觉得 是他奶奶是要来了 是他奶奶是要来了 对的 一杯水还不够吗 太浪费了 我忍不住哭起来 哇哇哇 哎呦呦 泪水白白流掉 也太浪费了 柔生团的纸 有一大堆 太浪费 要来了 不会吧 为了不浪费 那个纸擦眼泪的纸 也许不是吧 哦 这样用纸太浪费了 还可以拿来好好玩呢 那婆婆把纸团展开 呃 咔嚓咔嚓咔嚓 呃 叭叭叭叭叠 瞧一个怪兽之偶做成了 这哥斯拉的玩偶 不觉得有点古怪 这这 别交往过正是吧 这个 现在好多都在劝家里边的老人 那个 清理东西呢 这本书变成了那个 他们的理论根据了 嗯 就是别浪费 但也不能 把很多不应该 不值得留下的东西 留下来 否则那屋里成垃圾站 铅笔头到处扔 太浪费了 要来 呃 太浪费要来了 这 伏地磨要来 红色橙色黄色 绿色青色 蓝色紫色 七十铅笔头绑在一起 可以做什么呢 彩虹铅笔 答对了 咱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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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泡泡唠叨着 我要回去了 我以为开灯他也不允许 啊 开灯太浪费了 天黑了 就睡觉呗 太浪费了太浪费了 好吧 你是不是也在浪费 做这后解 嗯 嗯 行吧 嗯 确实不应该浪费 但也不能 什么发霉的食物啊 或者说是 不应该重复使用的东西 乱重复使用 那也糟糕 我觉得最重要 最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时候舌尖 舌尖 哎是 第几啊 就是 拿那种化工的那种油漆 还是 什么 胶部的那种桶 去 成食材 很多那个商铺 不是商铺 很多那个小店 用他来 比如说洗菜呀 比如让他来装酱啊 什么的 他那个是 原本是用来装油漆和胶的 哎呦 天呐 关键是还能上电视 我也真是服了 我关键确实有去到一些村里边 或者一些 别说村里边 好像 一些大部分城市的 稍微偏一点地方 大部分餐馆也都在用类似的方法 因为那个桶确实好用 啊 真没辙 这就好比当初那油漆桶 什么化工桶 用来 做那个烤白薯 烤红薯 烤红薯那个 哎呀 这关键那也太确实了 真太确实了 很多人开始约束学习思考 还有健身 目的学习之理 刚开始 Peace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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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